爱,点亮弱势孩子的希望之光 长期在花莲台东地区投入偏乡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努力为孩子们找出能力的起点 从不会的地方交到会,陪伴引导孩子,成为主动积极的学习者 邀请您支持爱机会补救教学计划 爱机会爱心码8989 详情请上爱机会官方网站 台科大EMBA开始招生咯 全台唯一获得双国际认证的科大商管学院 新形态数位转型高阶经营管理课程 有专业师资与跨产业学习 绝对是您最优质的选择 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 台科大EMBA招生说明会免费参加 快上网搜寻台科大EMBA 或播02-2730-1151 2730-1151 加十多为启动先保护 让你的爱车随时保持最佳状态 即日起到11月15号 到加十多护车保养站保养爱车 购买极致或磁户系列产品机油 四瓶以上就送限量防疫包 数量有限 快到加十多护车保养站爆走好康 加十多 聪明选股密码00757 00757 统一FANPLUS尖亚股ETF 股票代号00757 集合全球十大科技天王 获利成长动能最强 小额投资定期定额存股都OK 00757果然有功力 投资硬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你喜欢我哪一点 面水岸 进捷运 双公园 喜欢不止一点 卢州捷运站八分钟 青三房加车位 只要一千一百五十八万起 快搜寻半月弯 深思考考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 看着你 全世界 news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吕国珍 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有直播 虽然不能在YouTube 但是大家可以到脸书的 news98官方粉丝团 可以听到直播 那也可以下载APP 其实也可以听到直播 记得是在脸书哦 那今天其实我们很难得的 可以邀请到 史玛致富月刊的社长林正峰 来谈我们这个月的封面故事 是要谈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他这次很难得的带来一个全图解 可以让大家看到说 原来第三代半导体可以用在这么多的地方 然后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正峰我想第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为什么有第一代第二代 因为我问一个比较普通人的题目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都跟我们科技应用的演进有关 其实除了科学家会去研究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之外 一般我们生活应用就是说 实际有发生那个需求 像第一代半导体是系 系为主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连电 这些都是用系的这个基板 他们去做半导体制成 那当时就是因为有个人电脑 从大型电脑到个人电脑 所以他用系这个材料 当时他材料比较取得 也比较制成比较容易 所以就是系 那第二代就出现一个叫做生化 加了这个化合物 那当时是因为呢 出现了手持的装备 就是这个手机嘛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手持装备 或是iPad这种 那他当时因为呢 手持装备那个时候 是因为有一些射频元件啊 或是一些什么3D感测啦 还有一些光通讯 这个需求呢 是比这个原来的这个PC上面使用 或NB上面使用的要求要高 那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化合物的 这个第二代半导体 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代半导体 他主要是两个新的化合物 一个是烫化系 那一个是这个氮化家 那这些化学名字 其实我也常常讲一讲的时候 也弄混了 不过大家真的不用记这么多 你大家就知道第三代半导体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科技应用 实在来就电动车 另外一个就是能源的新的绿色能源 那我们讲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有个特色 就是它的这个材料呢 比较能够耐更高的温度 温差 我们是我们现在简单想嘛 就是一看汽车如果发动之后 大家都知道汽车很热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晶片呢 没有比较能够耐高热的话 你想想看 你在开开车的时候 你会心里会毛毛的 这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 像这种这个在外太空的卫星 它有这个太阳能转换板 那你想你卫星花了很多钱 把它打到外太空去 结果因为某些半导体晶片呢 坏掉了 你也没办法修 那它就整个卫星就在太空中 变成是一个大型的太空的垃圾 可你想想看 这要花多少亿美金 把它送上太空去 所以也就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才会出现这种 能够容忍比较严苛的环境条件 或者是说比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 那像以最知名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因为是全球电动车的龙头 他当时也是一直苦于说 这个就是车子的续航力 电子续航力不够 那要怎么样的提高 这个能量转换效率 让这个电动车的续航力 能够更强 那这样消费者才会买单 不然大家以前都觉得 电动车电子没电怎么办 难道要抛锚在半路上吗 你半路荒郊野外 你也找不到这个充电桩什么的 所以如果能够让充电更快 续航力更久 那就出现了 我们说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应用就产生了 那随着这个电动车市场 电动车市场应该大家 最近都这一整年来都很热 大家也不用我讲 像特斯拉最近这个股价 冲破1000元之后 整个台湾跟美国的股民 都开始欢呼 最近已经更是突破1200美元 那这个价格 这个就是很疯狂 但他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 电动车真的是一个时代要来临 各国政策的支持 然后包括这个特斯拉 第三季的获利也非常好 那个获利超过市场预期 特斯拉今年预期 就光是他自己 大概就可以出货90万辆 那全球更是所有传统车厂都已经看开了 本来还在挣扎说 不要放弃传统油电 那个燃油车 现在反正就是新车款 很多都不出燃油车 就直接出电动车 所以可见未来就是说 在电动车 还有绿色能源 这两个大趋势下 那你对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应用 就会越来越广 那这个是几乎就是 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 郑峰这里带来什么 字幕月刊 其实带来一个很好的表 其实像书店网路 其实这个很重要 铁路工业控制 那家庭这一块也是会用到 不断电系统 因为其实大家最近要公投 会不会缺电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支持哪一边 但是不断电系统 未来应该是 然后再来是刚才提到电动车 还有太阳能发电也会用到 然后风铃发电 然后其实设备支出 是真的大幅的成长 表示这个行业是非常热的 然后也把上中下游 都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解释 有基板 累晶 IC设计 制造 风车 那台湾这一块全部都有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 在这个半导体 还蛮了不起的 就是不管你要讲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对的话代表 第一代当然大家知道 从上中下游都很完整 那最有名的公司 当然从台积电 护国 深山 然后连电 然后这个封装的这个日月光 那上游出这个累晶的这个环球晶 中美晶集团 这些都是很完整 那第二代的时候 这个我们说生化家 这个就有文贸 那第三代呢 也有一几个代表厂商 不过他们过去 其实经营的很辛苦 是因为我们刚才讲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的制程 比较复杂 时间比较长 难度比较高 所以他成本比较高 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应用 你就不会想要用第三代半导体 因为你觉得第一代可以用的话 就不需要用第三代 所以像第三代半导体 从上游的话 就是产这个累晶的这个部分 你看像 主要就是以像太极 像环球晶这些 他们都各有做一点 还有像这个汉磊 汉磊是在做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晶圆代工的部分 那他就是像台积电的角色 那可是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去看他们的财报 像我们来讲 这个最上游的这个太极 他今年应该 前三季大概都还是亏损的 那你今年可能你要到第四季 可能也很难转亏为盈 所以说他是需求持续成长 但是呢 获利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那以汉磊来讲的话 他就大概就是 也是前几年都是几乎在亏损的情况之下 也是很苦 那今年好不容易 真的是转机稍微有来 就是第一季还是亏损的 但是到了第二季已经转亏为盈了 第三季的这个财报呢 虽然还没出来 不过他好像字节这个八九月的 这个获利数字呢 也是也是正的 所以也就是看起来就是 需求的确是慢慢的出来 那如果投资人有稍微去注意的话 也会发现就是因为随着他们的这个产品应用面 的需求很明朗 营收也快速增加 那有些少部分的公司开始有转亏为盈的现象 可是这个股价反应倒是太非常快 那这个反正真的是要提醒投资人士 因为因为股价有似乎有点领先过度的反应 那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新的产业 那他整个还不是到这个整个货 就还不到收成期啊 还是在一个快速发展期啊 刚刚要转亏云这个阶段 但通常股市就是领先反应嘛 那股价涨这么快 就会造成他波动会很大 那这个是投资人就要稍微注意的 那但是他的应用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光是最重要的电动车跟这个太阳能 或是风力发电的这个能量转换 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是非常非常需要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资富月刊在这一期 做的非常详细的表格 其实我看了也是觉得很详细 包括他预估的未来的20212022 他的EPS都提到了 然后占第三代半导体占公司的比重 其实都有 像太极这个就会越来越重 那黄球金看起来目前还不高 对 他还是主要是以第一代半导体为主 但是他的公司的利润很好 但是因为他们有很丰富的 这个半导体经验 所以未来当然 但是他们也有投资一些资本支出 公司已经自己讲 他们一些新的资本支出 都已经大量的投资在第三代半导体上 但实际的收入占比还很小 所以都有完整的预估 其实这个表格 这个从法人报告里面抓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整理出来给大家很详细的东西 那我可以再跟你深入的聊个别公司吗 其实有几个公司 其实最近也非常的热门 其实包括大家最近 刚才前一段的来宾也在提到 元宇宙可以练过 然后其实反而 资富月刊做的比较扎实的 就是说把每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跟整个研究都有做了一下 可以聊聊你们为什么会挑这几家公司 你们的专家为什么会挑出来这些公司 这个主要就是在我们跟这个产业专家做访谈 在这个访谈里面我们当然就是 我们说很多东西到底是一个概念 还是这个是一个梦想 还是说这个概念跟梦想已经进入到比较实际的阶段 那我们就与其中一家汉磊这家公司为例好了 它是凭空冒出来的吗 也不是 那为什么这一次在第三代半导体的时候 它的明明获利还是很少 但是它涨不会这么大 就很快就涨 有一个很剧烈涨幅 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呢 过去就是持续耕耘了很多年 在发展在第三代半导体 它当然知道第三代半导体的应用 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可是因为你我们说制程的困难 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知道台积电 随便要盖一个新厂一定就是12寸的厂 对不对 但事实上第三代半导体呢 现在还在做4寸跟6寸 那为什么现在只能做4寸跟6寸 第一个就是这个 我应该不同的概念 对就难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也市场的应用面也没有那么大 那下游端的需求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他们过去是研究在这个化合物 因为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是化合物 第一代系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元素 第一代化合物它这个化合物的制作成 制程就是非常的长 所以要盖个晶圆厂还不这么 对就是你光是你说这个制作 还有制程也都是跟传统的 是有点不一样 虽然有少部分的机台是可以共用的 我们广告回来再来继续请教林甄峰林社长 全球通膨物价上涨 荷包缩水想买房现在就要出手 所以我们只要到6点 6点在这边 还有一段 等一下的Ending时间在这边 两位都看得到 56分OK好谢谢 5640 因为主持人去赚 不可以讲 所以我说竞技要复苏了啊 竞技在复苏啊 大家到处乱跑了 大家忙才是好事 不然前阵子连 像最近跑步可以那个运动可以脱下口罩 真的是一个一大福音 不然真的带着口罩跑步好几个月 我都快觉得快不能呼吸了 在跑道做有氧运动真的是很没有人心 打疫苗真的很折磨人 打疫苗有效满 那我们自己一定不知道的啊 但是就是按照官方指示就乖乖的 有一剂打一剂 有两剂打两剂 我打两剂啦 我没打第二剂我就不再下去 那因为就是10成嘛 你要逃避第二剂好吗 我为了我就是10成一到 我都是就是那个10成开放到我的年龄 我就去预约 所以按照那个时辰预约就打完了 而且我选的是 我当时选就AZ嘛 就量最多的 所以他也没有 不会说一直要在那边等这样 啊我们等一下要谈那个规模好了 好啊 因为等一下中美金讲完 我再回头讲规模 中美金跟那个我帽 我帽其实严格讲二三代 他就是二三代 就是说化合物 但是他就稳囊 因为他本身在第二代就利润就很大 就跟像以后 雖然是现在 翰磊是第三代比较领先 但是像台积燕这种厂 他们资本支出规模这么大 也有可能一瞬间后发先知 你们这一期有软大哥啊 帮他推一下 对不对 刘萍跟他做了一篇访谈 今年还是赚了三千万 我可以这样帮他讲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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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今年获利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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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奇的可以去找 站主持人不再包他料 包他料 你们都写了我们节目怎么能不讲的 哈哈哈哈 好 等一下我就我要跟给 OK OK 我要跟给 我们有直播哦 记得到脸书的官方粉丝团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这期的史卖月刊 真的还蛮精彩的 除了刚才这些用了这么精心的表格 还有这么详细的数字 其实我刚才也不小心翻到 下一篇报道 就在100页这里 其实有一篇报道还蛮吸引我的 就是有一个财经专家 叫做阮木华 趁着他不在 他这五年来从股市提款 超过三千万 真的 这个真的不容易 这篇报道其实 你翻到应该觉得 这个人很眼熟 对对对对 趁着他不在挖个坑给他 就是说他这五年 所以记得有兴趣要知道 阮木华怎么赚三千万的 可以买这一期的史卖制服月刊 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聊 刚才讲到汉雷嘛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 这里有谈到了 中美金跟文茂 这两家公司 可以请正风聊聊 我们谈一下 就像中美金这个集团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强大 就是说在台湾 他就整个 像他旗下的 像他上中下游 都有一个布局 像他上游的部分 像中美金环球金 到这个下游 像蓬城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他们都是 我觉得这个集团 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他从这个 新的应用出发往回推 比如说他看到这个新的应用 就是能源转换需求 然后会有政策支持 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力的 跟风力的这个能源的需求 还有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然后他们就往回推 在整个这个垂直的供应链上面 需要什么 他们能够做什么 然后再透过集团的力量 做一个做一个整合 那以环球金融来讲 他本来在第一代半导体的这个 晶圆晶圆的供应这边 他本来就是已经 就是全球的前三名了 对 那他现在 对 那他现在就 就开也开始在投入 就是说他们公司自己都说 他们现在在新的资本支出上 已经 这个比重 都已经挪到比较大的比例 到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半导体上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譬如像嘉金 这个是 本来就工很多年 在做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 这个投入 可是因为像中 像这个环球金 他们虽然目前的占比还很低 可是他可能 现在占比可能就是一趴两趴这样 可是因为他的这个加强的投入 也许他未来几年之后 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后来 等于是后发先制的这种状况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像环球金 他们这种情况有一个 中美金 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们本来第一代半导体做很好 所以他本来的 获利表现就很强大 现金流很强劲 这种公司可怕的地方就是 如果把他的策略 新的策略方向正确 就在切入一个新的市场 因为他有足够的传统的产品 作为他现金流的来源 那就可以益助他在未来这个新的 产品 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研发 跟制程上面 能够有一个比较快速的突破 因为我们刚才就有聊到 现在这个第一代半导体 随便盖都是一座 都是新的12寸厂 但是第三代半导体 还是这个4寸6寸 那你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金面金源厂的这个投入 都是很庞大 所以如果你后面 没有一个强劲的现金流 来支撑这未来的研发的话 那你可能在长期 长期的竞争上 那就会会处于比较弱势 而且我们我们特别讲到 就是说一代跟二代跟三代 这三种 四代的半导体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取代关系 并不是说第三代半导体发展起来 之后第一代半导体就消失 不是 就是说他们同时存在 就是NB跟这个PC 像或是说Server 这种你传统的 还是有很大量的需求 所以它跟台积电不是竞争关系 对 就是说他们产品会并存 因为新的应用 有些产品会用到第三代制程 但并不是用了第三代制程 就不用了第一代的半导体 两者还是会同时存在 只是未来有些产品的更多应用需要 就是他当你想想 比如说有一个产品 有一辆电动车里面 他不可能所有的产品 都是用第三代半导体 他还是有些比较 譬如说车内的系统 他不需要忍受那么 他不需要忍受什么 什么超高的温度什么 那他用第一代半导体 一般的晶片做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一些 比较控制晶片 车子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控制晶片 他又比较靠近车子 比较容易高温高热的地方的时候 是要用到 对他就当然用到 他比较能够耐热的晶片 因为成本高 可是我们刚才讲过 那个卫星的例子 你成本高 但是因为你这个应用很关键很重要 如果不小心你这个晶片挂掉 会害整个整组系统都挂掉 那你宁愿花贵一点 也比较总比整组系统 浪费掉更好 那所以这就是123的半导体的交互的 互相组合应用的一个关系 所以越是这种像中北京集团这种 他们有整合的一个资源的话 从上游到下游 像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像蓬城最近也是市场上非常热 就是因为他们在下游电动车的这边 在烫化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模组 他从2021年就已经开始在出货了 那事实上蓬城其实他过去一年 其实有点辛苦 因为他在有一些这个产品转换过程中 因为新的订单还没有进来 那那个旧的订 他的旧的业务 他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是说他就没有再花那么多的资源在那上面 所以蓬城可能去年有点辛苦 但今年他就开 变成下半年就开花结果 这几年这个这几个月就很明显 另外像这个顺德 我们说他是做这个 易发半导体 对对导限价 大家都知道他做导限价 他本来一直都是一个很稳定的 就是股价也波动不太大 就是利润还不错 对对对 今年就整个就喷出 因为他是呢 他是易发半导体跟英非林的供应 还有一家叫借林 对那因为这个这个就是 他们本来就是像 因为那个易发半导体跟英非林 他们本来就在第三个半导体的 这个烫化系的这个 晶片上面 他们也已经投入好几年 只是说 因为这两家工作都很大 他们也是 第一代第三代都有做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他第三代半导体 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成果在 你可能还是想像就是他穿透那些晶片 所以震锋这一期其实有 有一个东西其实也蛮有参考价值的 刚才提到的顺德 其实跟所谓的英非林 跟易发嘛 所以有时候各位有听众都会问一个问题 是说那我们都讲很多台湾的公司 好像都很厉害 可是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国际市场 到底我们跟他竞争关系 还是合作关系 还是供应链的关系 那这一块到底现在国际上到底发展的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这一块 台湾还没有到那么大的主宰力量 就第一代那么大的主宰力量 第三代我们等于说 还是比较大的竞争关系 我们刚才谈到比如说 像顺德 他现在你如果在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终端的产品 像英非林 易发半导体 他们还是比较具有主导的地位 因为他们花在这上面时间比较多 那这个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整合原件厂 他有比较多的上下游的整合资源 会去做 那但是接下来就是说台湾的 我之前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汉雷 或者是说像太极这些 他们可能不见得有那么大的集团 资源去做全面性的support 但是如果未来 如果像中美金集团这种 或是像台积电这种 台湾的这种 也是属于半导体的大咖角色 进来这一块之后 那就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足以跟国际的大厂 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像台积电这么大的 这个资本支出的实力 这东西只是他要不要做而已 而且以台积电的技术实力 你觉得他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看未来这个市场 到底会有多大 因为我看一下政府 也有一个很完整的预估说 碳外系市场 或是第三代半导体会成长 其实他就是说 他的市场有多大 不是来自于你要做多少这个晶片 或做多少这个材料 而是说他的终端应用到底成长有多快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说 光是全球的电动车 他大概被认为大概未来十年 他就是一个15%到20%的年复合成长 运向上成长 我看他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 光是年度的销售量 就会超过3300万两 未来市场真的是很看好 我们谢谢政风 该不会谢谢大家 Mr.Right 卢洲捷运站8分钟 请三房加车位 1158万起 快搜寻半月弯 买基金存退休金 115分钟 215分钟 415分钟 516分钟 515分钟